希望自己可以 祝大家Happy迪巴瓦里 欢迎收看8864 你好 我是阿比颜杰盈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兴奋的新闻 要跟大家报告的 那就是GDG Dragon退伍了 那我相信呢 大家等了两年 真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 那其实就在之前的时候呢 他们的经纪公司就有说 千万不要去退伍的地方 就是迎接他退伍这样子 因为呢 他的那个部队呢 就处于在非洲猪瘟的 一个爆发的地点 所以去的话呢 可能病情呢 会控制不住 所以很多粉丝们呢 都很失望 但是呢 即使呢 有猪瘟的发生 都抵挡不了 他们要去见偶像的那种心情 所以呢抵着寒流啦 抵着这个猪瘟的可能啦 就去到了那里 整整三千名粉丝到现场 oh my god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那当然呢 军队那边也有考虑到 可能真的是 很多人会出现 所以他就把退伍的地点呢 换到另外一个地点 所以呢 就可以控制一下 整个猪瘟的病情啦 好再来说一下呢 其实呢 他就是有一个照片呢 就是一个军服的照片 流传出来了 就是他穿着军服 戴着军闹的时候呢 就 就是摆了一个pose啦 就是一个 敬礼的一个姿势这样子 可是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呢 很多网友呢 都来批评他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都说 这个姿势不对 然后手呢 是要笔直的 然后帽子呢 也戴歪了 所以整个呢 就感觉很不尊重这样子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粉丝呢 就开始为他平反 他说这个呢 并不是退伍的时候拍的照片 而是在退伍之前呢 就已经拍了的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非常的开心了 当然GD呢 一出现 大家想说 会不会有粉丝见面会之类的 哎 已经有了 已经有在几个国家 在首尔 在香港等等的一些国家 已经有 那其他的地方 马来西亚会不会有呢 还在洽谈当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 这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Train New大马粉丝见面会 Train New Just One Damn Minute粉丝见面会 圆满结束 拥有脸蛋天才称号的他 因我的ID是江南美人 而快速上位 对于首次与大马粉丝见面的他 特地穿着戏中韩服出场 勾起大家的回忆 当天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 如韩国 香港等的粉丝 前来支持偶像 淫忧的魅力果然无法挡啊 好嘞 这时又有好看要送给大家了 那就是Easy Discount买淘宝更便宜 那Easy Discount的大家都知道 他经常送大奖啦 送红包等等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从现在起到11月1号之前都可以 参加方法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手机下载 还有注册Easy Discount的account 并且输入邀请码8864 就可以参加Easy Discount 送红包送大奖的活动了 而且还可以免费获得 10令吉的新人红包 那我跟你说一下 还送什么大奖呢 送的大奖就包括了 有苹果咬一口 最新的型号手机一台 然后还有购物红包1000令吉的一份 然后100跟50令吉的 购物红包总共有110份的 然后总价值高达15000令吉的奖品 还有购物的红包要送给你 所以赶快赶快赶快去下载吧 那我跟你说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 然后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除了可以获得大量的 discount voucher之外 折扣是高达90%的 然后另外还有优惠券 而且还有cashback 然后每一次cashback都会在 每一个月的28到30号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出现在 你自己的银行户口里面了 然后新人的注册有10令吉的红包 每个月都有促销活动 还有双11买淘宝呢 就可以扣了再扣 省了再省 是不是非常划算 所以赶紧赶紧快去下载 然后输入邀请码8864 好最终我们去看一下 周星哲出席代言的活动 上周六周星哲来马出席了 某品牌代言活动 开场时就表演了他的 其中一首热门歌曲 怎么了 好吗 全程以英文对话 虽然巡论粉丝们要他说英文或中文 但粉丝们几乎都大喊英文 现场粉丝们十分热情 尖叫连连也大声地向周星哲表白 Erik也谈到了新专辑的计划 被透露明年会来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 我最近其实每天都在忙我的新专辑 然后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发信 时间我还没有确定 但我们公司都会在乔 但是确定肯定会来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融化了吗 反正我的心是融化了 你知道吗 听到他的歌呢 我觉得特别的好听 而且特别的感人 对不对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一个会让大家融化的新闻 那就是郭富城嘛 他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庆祝了自己的五十四岁生日 而他的有一个 应该说今年啦 最最最特别的礼物呢 他收到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们这时候去看一下吧 天下年快乐 天下年快乐 谢谢 Oh my God 是不是非常的碎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二 这是他的大女儿嘛 他两岁咯 然后呢 他唱了一个生日歌的时候 我觉得 他的声音超甜的 然后郭富城呢 用了一个非常溺爱的眼神 看着他的女儿 我可以感觉到这母子 就是这父子呢 父女呢 我的那个交情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大女儿呢 深情宽宽地看着他的老爸 可想而知呢 自己的大女儿也是老爸的粉丝 那其实他们在两年前的时候 就结婚了嘛 当年呢 就生下了一个大女儿 然后今年度呢 又在生下第二个女儿 哇一家四口我就知道 一定是非常的碎了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真的是祝他54岁生日快乐啦 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呢 都还可以继续看到他的作品 因为毕竟都已经追他追了 从小真的是看到他的戏啊 长大 然后听他的歌啊 听到大的 然后可以看到他那么幸福呢 心里真的是由衷为他感觉到祝福的 好这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下 新歌like 李久泽的人间诗歌 黑暗 让漫夜的霓虹失去颜色 心里最恶感在春冬被吞噬着 黑暗 让漫天的星星不再亮了 李久泽最新单曲《人间诗歌》 也是《你那边怎样我这边OK》 新加坡县的片尾曲 由知名作词人崔维凯老师作词 写出了剧中角色内心世界里的黑暗与无力 陈建奇老师则作为制作人 透过弦乐的编制 传递出歌曲中那充满浓郁的伤感 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抚慰人们心中黑暗的那一面 黑暗 让漫夜的霓虹失去颜色 心里最恶感在春冬被吞噬着 黑暗 让漫天的星星不再亮了 心里回不去的灰和人间诗歌 在MV中李久哲首次挑战商庄 也吃尽了苦头 因为需要诠释社会边缘人内心中的不安与黑暗 让李久哲不禁感叹 演员真的好辛苦 《你那边怎样我这边OK》 是一部台湾和新加坡合作的电视剧 每逢星期之四晚上9点30分 在大兔空间热播当中一定要支持哦 今天终于明白自己是自虐的 习惯 旁着漫身上狠寻找快乐 黑暗 让漫天的星星不再亮了 我觉得有故事的人才能够写得出 这么有故事的一个词啦 因为整个可以看到整个曲风呢 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心弦 而且整个歌词呢都可以说出 一个人正在黑暗的时候的那种绝望跟失落的 在黑暗中星星再也不亮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正在低落的你呢 赶紧爬起来吧 然后呢世界是美好的 一定要相信哦 好这时候我们先去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现场直播的中文娱乐新闻节目8864 大家好我是林文森 欢迎回来8864 你好我是爱比颜杰盈 那产侯跟产娘美呢结婚已经六年了 那六年以来呢 他们育有三名子女 那现在呢 他们一家屋口呢 在Cosavine那里度假耶 你知道吗可以看到 经常呢可以在产娘美的那个IG里面呢 看到他们的不断的就是更新的一些动态 他们孩子的一些消息 而最近呢他po了一个影片 然后影片当中呢 他让他的女儿喝酒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这时候去看一下 猜猜什么在我喝 酒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只喝酒 你怎么知道 我只喝酒 我没有喝酒 你怎么 好吃吗 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可爱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的女儿哦 才三岁啊 就那么的聪明 他不是喝酒啦 他是喝妈妈的衣料 但是里面是没有酒精的 然后当然你可以看到产家美说 他不喝酒 但是女儿说 yes you do 不要以为女儿不知道哦 是看得出来的 那当然这个po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他的朋友啊 就在底下留言 就有胡馨儿呢 就在下面的时候就说了 哇哦 他的女儿非常的聪明 就像你一样 就是smart mini you 就好像一个mini版的你 然后呢 他就 就产家美就有回说了 现在孩子怎么那么的聪明啊 然后妈妈呢 就看起来这样naive吗 还是妈妈太过幼稚了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呢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你可以看到呢 产家美呢 他其实呢 一直不断的update 就是自己跟女儿的互动 自己跟孩子们的互动 那我看到其中有一段视频呢 他是一个人带着了三个孩子哦 从他的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回到那个香港那里 总共要坐了18个小时的飞机耶 我可以看到他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呢 真的是不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照顾得非常成功 因为孩子非常的可爱 祝他们度假愉快啦 好这时候我们去看一下本地话题 本地热化 王雪晶呢 已经出道了25年的特别企划 我们看一下 大家好 今天的本地热化呢 就要说一下 想问一下25年前的你在干什么呢 25年前的我才9岁 然后呢 很多画面都是模模糊糊啦 模糊懂懂啦 然后可是呢 有些歌曲呢 就听了之后呢 就耳熟能详 记到现在 是谁的歌曲那么厉害呢 就是王雪晶 哈啰 大家好 非常恭喜你出道25周年喔 谢谢 谢谢Rip文哥哥 Rip文哥哥 你也想我 一点点而已啦 这是一段自我介绍 Yo 来 数据耳朵专心听 我是Crystal 王雪晶 这是我的真名 1994年出道 那时还是童星 我有着烏黑的大眼睛 还有干净的声音 唱着儿歌名谣新年歌曲 打动明星 常常有人把我搞错 变成组合四千金 现在重新一下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如果你还是想否定 那我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此刻开始记得我叫 Crystal 王雪晶 这是什么机缘巧合之下 让你有机会 踏入这个歌手的这个行业 那个时候银璇跟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就是合作 然后那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要签小童星 然后呢 我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去试音 试了过后老板就说 好吧就Try testing testing 看就发这场专辑了 那其实对你来说 那个年龄的你 会不会觉得 我又要上学 然后每天就是要忙宣传之类的 会不会很辛苦觉得 是很辛苦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么多 因为真的很忙 忙到已经是来不及去思考 我为什么这么忙 就是我手头上 我要面对我所有的功课 我要做功课啦 然后我要准备考试 然后要背完所有歌词 要唱歌 要跳舞 要表演 所以是真的很忙 我现在想回来 我就是做这个25周年的宣传的时候 我有翻回去再看一下我以前的生活 我真的觉得太了不起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最难忘的一年 或者是最难忘的一件事 三年前吧 退出十年专辑 这个是我最难忘 考虑很久 然后才放下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过年隔啊什么的 可能也要让自己有一个转型 或者是一个缓下来的一个时间 这个是我觉得最难忘的 如何就是做到转变整个形象 其实在我的角度呢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要改变的是观众 可能对我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是要时间 所以是要取舍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我把过年隔放下了三年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选择的形象跟隔路 还有我所走的选择的路 我觉得都要跟现在跟我的年龄是符合的 所以这张专辑是很多自我想法的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是从头到尾 包括歌曲封面还有造型 都是完全是有连贯性的一张专辑 是很我的想法的东西 接下来会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更新的planning呢 有啊就是接下来会重回过年的专辑的领域 但是是发个人的喝水唱片 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一个人 所以想尝试一下一个人 以前是非常害怕寂寞 非常无助 因为有从一个人到团体 你知道人多多人多好办事吗 那感觉好像 对很热闹然后遇到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有办可以一起解决 已经习惯了团体的生活 然后突然间回到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适应其实还是蛮困难的 尤其是一个人去中国宣传的时候 那个忙碌的生活啊就是会喘不到气 那现在已经走过来了 已经可以习惯一个人也可以 团体也可以 所以也成长了蛮多这三年 那有没有更大的可能说 别的想法可能要接触拍戏啊 或者是舞台剧啊或者是主持之类 其实你在演艺圈真的只是喜欢歌唱吗 之前是拍戏啦主持啦舞台剧有演过 总之我什么都做 助唱啊我什么都做 然后最后做完了之后我再想 嗯我一定要focus一个东西 所以我选择了歌唱 但是假如要再重新的去选择的话 我希望自己可以拍更多名吧 我在23到25岁的时候 我有去练了一些基本 无数的基本功 我有打了一个底 至少自己已经是先准备好的 这是我的愿望啦 无打明星 ok 然后接下来还没有一些什么别的策划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感情生活上 是不是觉得要设定几岁要结婚 然后就要放弃这个演艺圈 没有耶 你叫我放弃男人和演艺圈 我会放弃你 是喔 真的 幸福耶 因为 你要放弃幸福耶 我现在也很幸福啊 ok 那幸福年代已经不一样了 这样你也没有成家练 所以你现在幸福吗 我还是很幸福啦 对咯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资 就是可以开一个 循环演唱会的一个关系 所以现在我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我的作品真的还不够多 所以希望你接下来能够 推出更多个人的一些作品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希望还有多一个25年的这个 如果以后开老人演唱会 请你来主持 比你更老的时候 你还要开老人演唱会 我觉得你应该 OK 我会义不容辞 如果到时候真的有办这一场 我就义不容辞把你做这个主持 今天非常谢谢王雪晶 谢谢 谢谢 那其实王雪晶的努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毕竟如果要转型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大家对他的形象 有一定的定位了 突然间还要转换形象的话 都是需要时间的 而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几年来 不断地去学舞蹈 不断地尊敬自己 希望大家对他的形象可以改观 然后我也祝他真的是 可以成功地举办他自己的 个人演唱会 希望到时候我也会去到现场看 好 最终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回来有华晨宇剃光头的新闻 欢迎回来 8864 你好 我是Happy炎金 刚刚有说到华晨宇剃光头 对不对 为什么他那么想不开 又为什么他会有这一个壮举呢 那就是因为他抢自己的演唱会票 抢不到 可以看到他其实即使剃光头 也是非常帅气的 其实他之前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 其实他有抢过 要抢自己的演唱会票 可是因为当时的网络不好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抢到 而第二次他在抢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已经先放话 他放话说 如果抢不到自己的演唱会票的话 最后一次 抢不到就剃光头 结果 就在演唱会票 就是开始可以开卖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 我睡过头了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演唱会票 有那么样的好买 你知道其实华晨宇之前 也真的是不相信自己的演唱会票 可以那么快的就受光了 所以呢 他就是有了这一个挑战 有了这个赌注 结果输了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过怎么样 你还是那么帅气的啦 好再说一下 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 还没有满一年 就已经开了一个万人的演唱会 他成了中国史上第一位 还没有一年 他出道还不到一年 就开始开万人演唱会 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一个艺人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他也有登上福布 是中国艺人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榜里面 而且也获得了妈妈 亚洲妈妈的艺人奖 所以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出道六年来呢 获得了大家不断的肯定 那又改编很多的神曲 其中一首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的滑板鞋 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神曲了 就是一个洗脑歌曲了 再给它改编一下 更加是神啦 所以大家一起去 去蒸一蒸抢一抢他的 马来西亚的演唱会票吧 不知道他不会来 马来西亚看演唱会 不过我相信很多粉丝们 也跟我一样非常期待的 好 这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来到了节目的尾首啦 我们送给大家有的是 蕭黄奇的天亮就分手 拜拜